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2月4号星期二 关于武汉肺炎新型冠状病毒 中国瘟疫 现在中共官方发布的最新数字是 说确诊病例20438人 死亡425人 但是同一时间 在中国的门户网站腾讯 又发布了一个数字 以信息快闪的方式 说确诊病例154,023人 死亡是24,589人 那么跟中共官方数字对照 腾讯的数字确诊病例 是中共官方数字的7倍 死亡人数是中共官方公布的 死亡人数58倍 那么腾讯这次仍然以信息快闪的方式 出现了这样一个跟官方不同的数字 这已经是第二次 上一次是1月26号 腾讯所显示的数字跟官方不同 当时官方说有2000多人确诊病例 有81人死亡的时候 腾讯当时发布的就是有15000多人确诊病例 有2000多人死亡2577 那么信息快闪之后 腾讯后来又回复到官方数字 那么这次是腾讯第二次出现这个现象 跟官方不一致 那么网民议论纷纷 说应该是腾讯良心发现 或者良心hold不住了 有意要公布真相 那么人们都可以想 究竟官方数字更真实 还是腾讯发布的这个数字更真实 或者接近于正式 我想广大民众 尤其是武汉民众 湖北民众心中只有一把秤 那么这也说明了 在中国越来越多的网站和媒体 看不下去了 尤其是一些民间的 或者半民间的网站 或者媒体就像腾讯网 决定了要为民众尽可能发声 要跟制造假新闻 每天撒谎报假数字的中宣部和政治局常委 王沪宁周旋下去 这也是应该让历史记住的事实 那就是还是有一些媒体和网站良心未明 事实上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华大妈前两天在咒骂美国 谴责美国没有提供实质性帮助 而带头撤侨 带头关闭领事馆的时候 无意之言他也透露了一个机密 一个党国机密 那就是他在外交部发言人的会上说 说从1月3号以来 中共就向美国方面通报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 说前后通报了30多次 然后他抱怨美国没有实质性的帮助 就说明美国有帮助 但没有帮助中国解决问题 他这番话实际上在中国的官方媒体上大部分已经被删除 有些媒体或者网站上还保留 网民就炸了锅 说华春莹泄露了天机 因为你1月3号就向美方通报了情况 但是为什么没有向中国人民通报 尤其没有向湖北人民或武汉人民通报 而到了1月20号 中共官方才承认有了严重的这种新型冠状病毒 但是在头一天1月19号 武汉人民还蒙在鼓里 还举行了四万人的所谓万人宴 没有戴口罩 大吃大喝在街上要创造某种历史记录 世界记录 结果很多人被感染 而就在中共官方公布之后的第二天 1月21号 武汉省委省政府还举办 唐而皇之地举办所谓春节团拜会 大量的人潮 然后大肆庆祝喜气洋洋 好像没事一样 而且就在公布这个疫情之前 这些武汉政府还宣称 所谓的庆祝新年 发放20万张免费的门票 给市民去游公园 所有这些都说明 中共当局到湖北到武汉都知情 但是却不向中国人民公开 宁愿跟美国去通报知会 也不向中国人民公开疫情 这就是瘟疫迅速泛滥 越过武汉越过湖北 甚至遍及全国 甚至越过了国界 到到达了世界各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就是还是两个字 隐瞒 中国政府的隐瞒 通过华春莹之口 得到了证实 这个华春莹说出了这个实话 无意间泄露了党国机密 他本身的官位 权位 乌沙茂能不能保住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实际上就在华春莹猛烈批评 美国的同时 美国不仅有很多的医疗专家 大学教授 传染病专家 甚至包括 包括病毒杀手 病毒猎手 全世界最知名的利普京教授 都到了中国去帮忙 而且美国政府提出的要求 中共方面一方面是拒绝了美国官方的帮助 但是另一方面 现在达成一个妥协 就是美国官方的医疗专家组 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医疗组 一同前往中国 之所以达成这个妥协 我分析 中共方面有两手 一方面又需要美国的帮助 但另一方面 如果美国政府的专家代表团单独活动的话 可能会发现在武汉发生的秘密 比如说病毒实验室 或者围绕病毒实验室 是否发生了病毒走漏 是否发生了生化武器失控 这种原因 又美国的科研是最先进的 医药是最先进的 同时情报也是最发达的 那么中共发现 害怕被发现秘密 因此把美国政府的专家医疗队 编入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医疗队 估计中共在世界卫生组织 经过渗透颠覆腐蚀之后 有他们的眼线 那么这些眼线能够保护中共的秘密 最大程度的保密 如果有美国的专家医疗发现了中国的秘密 那么中共这些眼线 要么是向中国政府及时的通风报信 要么就是去阻止美国的揭露 因此中共是准备了两手 一方面要别人的帮助 另一方面又在防范别人 最终还是要污住盖子 还是要隐瞒事情的真相 事实上美国的一位参议员叫汤姆卡顿 中文翻译成汤姆卡顿 他在前些天在国会发言的时候 就揭露他一方面要求美国政府 尽快采取措施 采取入境管制 对中国人的入境管制 还有撤出侨民 另一方面他就高度怀疑 他极可能是中共的生化武器泄露 就跟苏联的切尔洛贝利核电站的泄露一样 所以他呼吁对中方保持警觉 中共就把这位美国参议员定义为反华议员 然后就发动舆论 对他进行围剿 反过来反映了中共的心虚 另外就在美国做出援助的同时 民间的官方的做出援助的同时 美国的一种医药叫做瑞德西韦 在北京的友好医院 从2月3号开始进入临床实验 那么这种医药据说是能够对付新型冠状病毒 并且说是一种特效药 或者有人说是美国神药 那么中共一方面在骂美国 一方面已经开始使用美国的新药来对付新型冠状病毒 有没有具体的成效 当然现在还是没有答案 另一方面在泰国 大家都知道 有泰国发现中国的病例 因为武汉在出折的五百万人中 有两万多人到了泰国 然后在泰国发现了不少的病例 包括武汉这个新型冠状病毒 那泰国是收治他们 收治的时候说泰国用了一种疗法 叫做感冒药加抗艾滋病毒这种药混合疗法 把中国的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已经有自愈 所以泰国这种方式 能否在中国推广 有可能在中国推广 那么这也是一个福音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或许中国人民有福了 就是泰国发现一种疗法 而美国提供了一种新药 还在继续提供其他的正缘医疗手段 中国人民有可能得到解救 但是具有讽刺意的是 这个福或之间 或出自于中国 福却来自于外国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号称崛起 号称厉害了的国家 能够把航天器发到太空 能够深海潜水 能够这个军舰一手结一手的下脚子一样的下水 还有航空母舰都是已经在建第三艘第四艘 还能够在短时间内建成南海的人工岛到处扩张 就这么一个崛起的大国 居然到现在提供不出一种药品 或者一种治疗手段来对付新型冠状病毒 而最后要依赖于外国 不仅要依赖于外国 现在根据华春莹的反美宣传和中共党媒官媒的反美宣传 似乎在做一种准备 那就是如果有一天这个疫情过去之后 瘟疫过去之后 仍然要归功为党和政府的领导 就是北朝鲜所做的一样 北朝鲜金正恩当局 不管是外来的援助有多少 来自于韩国也好 来自于中国也好 或者是日本美国也好 那么到达了朝鲜的军队或者民众手上之后 都是感恩戴德金正恩 伟大领袖的雨露滋润阳光 宇宙无敌大将军 一切都来自于他 根本只字不提中国的援助 或者韩国的援助 或者其他国家的援助 所以有样学样 北朝鲜是这么干的 在中国这个西朝鲜也是如法炮制 因无学舌 那么现在就在瘟疫当前的时候 中共的党媒官媒头版头条 还是歌颂习近平 一会儿说习近平 谈一个折制 一会儿习近平又论一个意志 瘟疫的意 好像似乎这个英明领袖在全国人民开药方 说学朝鲜学到了微妙微笑的这个程度 习近平对金正恩的模仿 达到了简直是 登峰造极的这么一个程度 然后美国是这么做的 在帮助通过官方和非官方的渠道在帮助 不过关于这种 这个叫瑞德西韦 这个翻译真是太困难了 这个药品 最近中国网上也有个谣传 说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下令解出这种药物的专利 把这个分子结构公开给中国 然后帮助中国应急 但这应该是一个谣传 因为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 总统权力再大都受到宪法和法律的制约 他不可能代替一个医药公司做出决定 也不可能下令一个医药公司做出某种决定 医药公司是杰利德 据说有这种药品上市之后 投入使用之后 杰利德的股票大涨 那么专利怎么使用 由这个公司来决定 而且他的专利受到法律的保护 不仅美国法律的保护 还有国际法的保护 所以这种药物提供给中国 这种杰利德公司的药物提供给中国 效果如何 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就在美国大力帮助中国的同时 另外有两个国家的表现 非常的耐人寻味 一个就是俄罗斯 俄罗斯的总理 新总理米苏斯金宣布 一旦发现有感染中国瘟疫 新型冠状病毒 武汉肺炎的外国人就寓意驱逐 事实上在俄罗斯已经发生了两起病例 都是来自于中国 来自于中国武汉的这个距离 那么现在被隔离 那么他的意思就暗示 要把这两个中国人寓意驱逐 也就是俄罗斯不仅没有伸出援手 在世卫组织发了紧急状态之后 俄罗斯首先关闭了边界 然后终止了大部分的交通 并且停发中国的旅行签证 中共当局根本不敢置身 现在俄罗斯不仅不提供援助 还悍然宣布要把中国病例驱逐 其他没有任何国家这么做 哪怕是菲律宾泰国 都是发现了中国人入境 有这样的病例就就地医治 就地收治 并没有驱逐的这种现象 在民主国家更不可能 居然俄罗斯战略同盟关系 战略伙伴关系 最亲密的盟邦 中俄联手对付西方 对付美国的盟邦 居然背后通刀子 直接就宣布驱逐 可以说开中了非常恶劣的先例 但是另外一个国家的表现 又是另外一个极端 完全相反 这个国家就是柬埔寨 他的首相洪森 现在率领一个政府代表团 正在韩国访问 他在韩国发表言论说 说他接下来要去中国访问 他和他的代表团 要去武汉看望在柬埔寨的留学生 那么这个当然很了不起很勇敢 但是他能不能成行是个疑问 因为这个洪森前两天在柬埔寨的时候 做了一个大胆的宣誓 跟各国不同 跟世界卫生组织的警告也不同 他宣称 不准戴口罩 第一步是不准戴口罩 然后是不取消直航 就不取消柬埔寨跟中国的航班 还有就不撤侨 不从中国撤走侨民 第四是不歧视中国人 当然不歧视中国人 这点值得赞赏 但是前三步都是一个问题 尤其是不准戴口罩 甚至他非常严厉的气势汹汹的 在柬埔寨内部做出了相反的规定 他说如果我发现 由任何的官员和记者戴口罩的话 他立即轰出去 又赶出他的办公场所 也就是柬埔寨不能戴口罩 在他一声令下 但这个洪森是对中共头套暴力 因为洪森是受到中共的大量的经济援助 还有力挺 以至于颠覆了柬埔寨25年的多党制 最后又回到了一党专政 而且洪森成了一个终身首相 当了25年不算 现在还继续的当首相 都在中共的力挺之下 这是被中共近几年 唯一颠覆了民主的一个可怜的一个小国 但是洪森本人成了最大的赢家 所以他对中共是感恩提灵 在这个时候 所以他就口出狂言 号称事故 尤其是不戴口罩 那么这次如果他算了一个政府代表团去武汉 那就非常尴尬了 如果说他不戴口罩 他和他的代表团都不戴口罩 那么就违反了中共当局在国内所发布的禁令 大家都要戴口罩 如果说他戴了口罩 又违反了他自己的一个宣誓和承诺 说不戴口罩 所以给中国政府是两难 恐怕他自己也两难 所以接下来洪森和他的代表团 会不会在武汉现身 是国内外关注的一个焦点 说到口罩 在中国内部都发生了大量的这些 像民间拍摄的视频显示非常严峻 有的人因为没戴口罩被公安便衣按在地上打 有的人没戴口罩被拖出地铁车厢 推下那个推出地铁站 尽管也一再说自己买不到口罩 还有一位妙邻女子穿着非常时髦 然后因为没戴口罩 遭到公安便衣的毆打和捆绑 而且因为这位女子穿得很性感 大腿兜露在外面 高度怀疑这些公安武警或者便衣 以借口查口罩 逮捕这位女子的时候实际上才进行性骚扰或者性侵 就跟这个中共公安国安便衣或者说香港的黑警 在香港抗争中所做的一样 专门找那种美少女下手 结果后来爆出大量的性侵 性骚扰甚至于强奸轮奸那些惨不忍睹的这些罪行 那么趁中国这个瘟疫大乱有的公安 这些恐怕也要在这个妇女身上上下其手 这是丑陋的一幕 那么中国人的口罩是如此的齐缺 很多中国人根本就买不到口罩 排队 排长队买也买不到 到红十字会也等不到 因为他们是五等人 要发放口罩是第五等 但是呢 却传出一个消息 在海外有一个报道 菲律宾总统发言人感谢中国政府 说中国政府感谢两件事 一个是向菲律宾赠送了二十万 这个医疗口罩就N95口罩 另外感谢中国政府主动分享疫情 因此菲律宾政府对此表示感谢 也就是说中国人没有口罩 但是中国政府非常慷慨的 向他国赠送口罩 来维护自己的面子 这还是盈与友邦不予加入 量中华之无礼 劫与国之欢心 这种做法从满清到中共 都是同一个套路 没有什么变 百年历史 或者两百年历史 没有变化 围绕武汉的病毒实验室 中共军方的高级实验室 成为批师病毒实验室 那里跟生化武器计划相关 那么有两个中国女人上演了一台戏 一个中国女人的名字叫石正丽 另外一个人叫陈薇 石正丽是说中国顶级的病毒学专家 或者是传染学专家 他就公职于武汉的病毒实验室 他在网上信誓旦旦地说 说他以生命担保 这一次的瘟疫 武汉肺炎绝对跟病毒实验室无关 没有病毒走漏 或者生化武器走漏 但是人们却发现 他五年前发表了一个论文 他和他的团队 研究的专门就是说 怎样把这个所谓沙士病毒 从蝙蝠身上来的毒 老鼠身上来的毒 合成成一种新的毒性 他把它命名为什么 SHC014这个巨型的病毒 而且证明了说这种病毒 可以在人体内复制 说是毒性最强的一种病毒 当时他和他的团队发表这个论文的时候 是一种炫耀的得意洋洋的口气 当成科典成果来炫耀 但是现在网民炸了锅就问 说为什么有这样的研究 这样的研究还有没有人类的底线 研究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说简直明目张短 为什么要针对人类 研究针对人类的病毒 难道真的是细菌武器吗 难道真的是生化武器吗 就要讨一个说法 但是石正丽现在 虽然是冠冕堂皇 说跟那里无关 但是他过去的这种行径呢 论文和他的研究成果 确实相关 令人非常的觉得疑问 这应该是一个非常 背景复杂 深不可测的一个女人 另外一个女人呢叫陈薇 是一个少将军衔 说最近被中共派到了武汉 说她是中国首席生化武器专家 前面还加了个防疫儿子 生化武器防疫专家 顶级的 说关键时刻把她派到武汉作证 她出发前还说做好最坏的打算 做好最坏的准备 然后这一页让网民炸了锅 非常疑问 说为什么这个时候派一个生化武器专家 到武汉来作证 而且还说是最顶级的专家 还说做最坏的打算 究竟发生了什么 说武汉人民 湖北人民非常疑问 是不是真的是生化武器 失控了 生化武器走漏了 才导致了这么一场全国的大灾难 否则的话 这个生化武器专家 来究竟干什么 此来何为 来了未干 所以这两个女人 一个史正丽 一个陈威 可以说上演了一出戏 反而引起了中国人民的疑斗 国内外也高度怀疑 这两个女人背后 是不是跟这次的瘟疫 武汉肺炎 新型冠状病毒有关 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我想所有具有正常思维 和这个起码智商的人都会思考 所以关于这个新型冠状病毒 这个武汉肺炎 现在的网民有很多的总结 说这个故宫 连法国总统的专车都不能进去 但是中共红三代的一个富家女子 却可以开着奔驰越野车进去 开着大奔进去 还有说 说中国记者很神通 能去叙利亚战火纷飞的战场 也能够去遥远的巴西 什么贩毒的窝点 都进得去 但是却进不去 湖北红四字会的仓库 还有说 说中国速度可以在十天之内 打造一所有一千个床位的火神山医院 但是武汉市和红四字会 居然在十天之内 没办法把救援物资分发到急需的医院 还有的说法是 说全世界的救援物资源源不断 居然供应不了一个武汉 还有网友说 说现在淘宝网上似乎又多了新店 兜售口罩专门卖口罩的新店 而发货的地址居然是武汉 还有的网友说 我买到了我自己捐赠的物资 当然这些说法是半严肃半幽默的 近乎于断子的说法 恐怕其中也包含了很多真实的信息 让中国人民哭笑不得尴尬的信息 好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收听再见 是